又药品出了问题 这一次是市占率占九成的 知名胃药张国洲强胃散 本月两度被桃园市卫生局查出了 原料碳酸氢纳不合格 既没有原料药的许可证 也没有申请输入的许可 而且整个处理的过程 现在行政单位也被质疑有问题 因为桃园在21号通报 是药署25号才收到 而且也没有主动的公布 并且药局并没有接到任何公文 他们靠的只是同一所流传的一张 张国洲的道歉公告 才判断必须下架 一罐罐张国洲强胃散下架装箱 药局在26号晚间临时得知 从2014年10月到今年2月 生产的张国洲强胃散 疑似部分产品将药品及碳酸氢纳 改用食品及碳酸氢纳 却没申请原料药许可证 也没有输入许可 因此得预防性下架 保存期限在2019年3月之前的卫散 全部暂停贩售 其实一定是要有公文 所以昨天这个其实 我也是在询问说 到底这个是 怕是同行恶搞了 我们要怎么样做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社区药局 第一线其实也蛮为难的 下架何等大事 位居第一线的药师 近一度以为是假消息 直到同业传来这份 张国洲公司的道歉公文 坦诚作业疏失 也提到产品必须暂时性下架 才自行判断不能再卖了 颜料药的一个许可证 它的权责属中央主管机关 食药署 那这一个部分 我们稽查的结果 我们在第一时间 我们也给韩文 桃园市卫生局 它在通知各县市的时候 它也需要取得一个 在各县市流通的一个资料 所以它要有一个时间 那这卫生机关之间会有通知 那但是药厂本身呢 它本来就依法有责任 要去通知所有的使用端 而不是只单靠卫生单位来通知 桃园市卫生局 518 521两度查查 发现张国洲原料申请不合格 22号发公文通报 食药署25号才收到 没在第一时间主动对外公布 还得药局自行查证 超过80年历史的张国洲 胃药市占率高达九成 照样卷入裂药风波 董事长为此出面澄清 本公司因为那个在于申请原料药许可证 上面的疏忽 所以我们会配合卫生主管机关 预下架 会协助消费者 看是要退货或是退费 本公司就会预配合 强调原料没问题 但如果消费者仍有疑虑 愿意退钱 但这已经让累积数十年的商与备受考验 明日新闻政府报导 明日新闻政府报导